再来看到同样是离谱的驾驶 这名19岁的王姓女子 她根本没有执照 开车追撞正在停等红灯的一台摩托车 这已经很离谱了 没想到这位年轻的无照女驾驶 在网络上碰文 指责歧视 连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要她出来道歉 机车停等区内 双载机车正停等红灯 突然一台蓝色轿车冲了出来 机车上两名女子当场被撞的 跌坐在地 车祸发生在13号下午5点多 新出中华路二段上 开车撞人的就是这名19岁的王姓女子 一次在法郎工作 事发后没说对不起 却还在脸书上发文呛瞎 先怒呛歧视会不会骑车 不知道我开车是疯子吗 不知道我赶时间是吗 红灯还月线撞你刚好而已 还强调我只开60 开100看你要飞去哪 指责文章遭到网友贯报脸书 警方查出王姓女子根本就是无照驾驶 而且撞的人笔录时还相当嚣张 女子脸书都是和朋友唱歌玩乐的照片 大头天也总放上清纯美机自拍照 一头长发加上放大片双眼 但撞的人还反倒指责歧视 网友群起踏伐要彻底肉搜 让她出面道歉 让她出面道歧视